如何可以做到 Parallel Parking? 我以前的朋友都會開玩笑地說 Park somewhere else 其實要在大街拍這些所謂的S位 很多人都會很害怕寧願多走兩個街口 但如果熟悉的概念再加上練習 Parallel Parking是可以幫你省很多穩位的時間和麻煩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如何流暢地做到Parallel Parking Parallel Parking 又叫做S位 這種泊車方法是最大心理壓力和最多變數的 很多時候就算是老司機都不能做到一手泊入 在人多車多的街頭上要做修正 很多人都會覺得很難 所以這種泊車方法一半是考修正技術 另一半是考信心 新手的朋友我會極力建議你 一開始找些住宅區和世界練好基本技術 之後再出大街做泊車 今天我們先會在住宅區找個泊車位 說一下如何做和有什麼要注意的地方 之後我們會有一集說一下如何在繁忙時間的Downtown泊車 如果你想繼續支持我拍這類廣東話的駕駛和汽車影片 可以support我的Patreon subscribe這個channel 讚好和分享這條影片給更多的朋友 當你在街上找到一個泊車位的時候 你第一個問題就要問問自己這個位置夠不夠闊 如果OK你就立刻看一看後鏡 看看後面有沒有車很近的貼著你 如果沒有你就可以打右燈慢慢地把車靠右 很多北美的教車師傅或教科書都會在這個時候 叫你和你泊車前面的白色車平排 但什麼才為平排呢 你就會發覺在車內是很難看到的 其實不用猜猜一下 用回我們上次說過 拍back in parking的時候 望右後窗的技巧 當你和旁邊的車平排的時候 你會看到別人的車尾燈是非常貼近你的窗框位置 甚至有時候會重疊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肯定你的車和旁邊是約莫平排的 在這個位置記得要做一次360 check 確保沒有車在前面或者後面來緊或者迫著你 還有記得check check盲點位置有沒有單車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推R波用S型的方法把車扭進去 如果我們把S拆開三份的話 我們大致可以分為轉右拉直和轉左 這三個就是你的軚盤會扭的方向 在你鬆開brake準備把車扭進去之前 記得要立刻看一看左面 包括前面和左面的後鏡 確保沒有任何車和單車會在這裡經過 因為當你扭進去的時候 你的車頭是微微向外的 這個時候很容易會發生交通意外 Check 清楚之後 你就可以把你的軚盤完全扭向右 然後輕輕鬆開你的brake等車慢慢向後流 這個時候你的車就會慢慢領向一個45度角左右 在這個時候你可以check check你的右鏡 你會發現你的車尾遮住後面的白色車 同一時間你會看到你的波波鏡 顯示出你和旁邊的車有一個相當的距離 而這個距離是可以避免你扭車進去的時候 和旁邊的車發生碰撞的 然後第二步我們要把堂軚拉直 一直向後移動 這個時候你可以慢慢移動後 一路檢查你的右鏡 現在箭嘴指著的那一點是你的車的右後車輪 如果你發現你的車的波波鏡 看不到右後車輪的話 你是可以把鏡調到一個適合的角度 去到你看到車輪的位置 目標是希望你可以看到的車輪 大致去到石膊出少少的位置 然後再把軚扭回頭 把車拍進去 在這個時候查查你和右前方拍在那一輛車的距離 如果OK的話 就把塘軚完全扭向左 然後把車慢慢扭進去 在扭進去的時候 看緊你的波波鏡 看清楚你的車身和波波之間的距離 成功的話 你應該看到你的車身和波波是平衡的 然後就把車推向N波 看一看它是上斜還是下斜 如果下斜有薄的話 就把軚盤完全扭向右 再推P 拉回手掣 那就OK了 深水清的觀眾就會問 我不是每次都成功的 如果不行怎麼辦 或者你也會見過有些人不斷試 不斷試 但也不能夠修正車 那究竟可以怎樣處理呢 接下來幾個星期 這個頻道會有一條影片 專門說S位怎樣做修正 今天在這條影片 我先簡單講講兩種最常見的錯誤 和怎樣處理的方法 第一種常見問題就是S位扭得太入 令到車和波波之間距離不夠 形成了撞波的現象出現 修正方法非常簡單 四隻字前右後左 先將你軚盤完全扭向右 推D波向前走 當你向前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你的右邊波波鏡 顯示多了少少位置 讓你的車可以再向後走 這個時候推R波 扭向左 慢慢流進去的拍位 你就可以成功拍到這個位置 另一個常見問題就是 在扭車進去的時候角度不夠大 令到車拍了出去 怎樣處理這個問題 其實解決方法非常簡單 只要你把車推到原先S位 應該要拍的位置 重新做一次S拍車 這次可能給它多一點角度 你應該就可以成功入到這個拍車位 說了這麼多 其實開車和拍車都是不斷地練習 和不斷經歷錯誤而學成的技巧 就算今天很厲害的教車師傅 他們當年都一定有經歷過新手上路的階段 所以如果今天你面對很多拍車或開車的困難 我都會建議你拿一輛車去一些小人的路段 去一些住宅地區不斷試 不斷練習 嘗試找不找到一些方法是最適合自己的 如果你發覺今天這條片有用 希望你可以分享給多些不同身邊的朋友 最後再一次多謝你支持新手上路這個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